升息两码利率调升0.5% 变成2.25个百分点 利率重回了2008年的水准 也创下14年来的新高 那么英国央行就表示 为会持续的有效对抗通膨 这也意味着接下来还会调升利率 另外越南今天则是一口气 将基准利率调升4码 再融资率从4%调高了5% 希望拉回重扁的越南盾 那么我们也看到了 美国联准会为了对抗通膨宣布升息 由于市场看坏11月 再度升息3码的几率很高 所以这也使得美股道琼 应声重挫 所以今天的台股也是下跌的 那么有鉴于台美利差持续的扩大 今天召开了央行理监视会议的 总裁杨金龙就坦言 有少数理监视认为 台湾应该升息一码来因应 马路人山人海 连行动不便坐轮椅的阿伯 都拼了老命要上街头表达不满 南美洲国家恶瓜多 由于政府债台高筑 击欠社会保险金高达84亿美元 让民众收入甚至退休养老都受到影响 阿根廷同样苦不堪言 因为当地八月通膨率已经飙升到78.5% 预计今年底通膨率将上看百分之百 代表前一天用十匹锁能买到的物品 隔天得花20块才能买到 民众手上的钞票价值缩水 只能透过黑市交易或以物易物求三餐温饱 美国升息打通膨 导致美元狂升 虽然阿根廷将基准利率上调22码至75% 但形同螳币党居 阿根廷资金仍大量外逃 批索一度贬值60% 数据显示新兴市场国家高达830亿美元债务 将于明年底到期 斯里兰卡和巴基斯坦破产 还有更多国家会步上后程 它的美元负债多 而且它都是借外债 而且外债都是一短期 那甚至国家如果说预算是赤字 国家的负债高的话 这些脆弱的国家就要特别小心 已开发国家大致上是经济着緩 但不至于发生金融风暴 是部分少部分的脆弱国家可能会发生 但是这些脆弱国家 对国际的经济影响弧度并没有那么大 可能会衍生像1997年东亚金融风暴那样的情况 那特别是什么呢 特别是没有充分外汇存底 跟没有这种换汇协议的这种经验市场 那最可能成为这种镇阳 而且因为国际的这种金融贸易 其实是环环相扣 是连结在一起的 所以也有可能因为在金融 这个新市场发生这样的一个危机 往外扩散 然后外溢到其他的国家 这个不能避免 通膨野火燎原 美国联准会再升级三码 拉台美元指数占上111价位 续创20年新高 相较于各国暴力升息 台湾央行走自己的路 总裁杨金龙宣布 本季小升半码 央行重贴限率将由现行1.5% 上修至1.625% 符合市场看法 我们核心通膨下半年 是会在2.64% 那全年我们全年的 核心通膨是2.52% 今年还是会在2%以上 但是明年我们会回降到2%以下 下半年大概因为美国跟欧洲 现在都是会用 比较激进的方式来升息 那这样子的话会对终端市场的 需求产生一些压抑效果 也就是说比较不利于我们的出口 那因此下半年的话 台湾的经济拉打 应该是要靠内需 那如果说升息幅度太大的话 又会对内需造成伤害 央行直言 全球经济风险升温 因此下修台湾今年GDP预估 从先前的3.75%降到3.51% 明年则是2.9%保三无望 不过好消息是 CPI今年估值为2.95% 明年预期将回到1.88% 通膨压力渴望趋缓 TVB新闻罗世彭 但元丽台北报道 核台车宣布涨价最高 一口气涨7% 有没有可能带动 其他的车厢跟进呢 受到的通膨原物料短缺等因素 现在全球的车价都上扬 专家预估明年第四季 才有可能恢复正常 看着中大型房车市场 进口车品牌 推出纯电新车强势 流线公行 无缝设计的沉稳外观 豪华内装铺城 科技感十足 预计10月陆续交车 电动车市场成长速度惊人 豪华车龙头站稳趋势 持续瞄准高端消费者 然而目前整体车市 仍处在供需失衡状态 通膨原物料物流 及战争等因素 有限晶片供应下 未来车市将如何发展 全球通膨压力各家汽车品牌 部分国产进口车都面临成本上涨 影响车商定价策略 核泰车承受不住成本攀升 宣布涨价 车市涵涨原物料大缺 供需不均的情况下 核泰车宣布调涨旗下 五款车的售价 业界认为车市龙头 涵涨后续恐怕引爆涨价效应 包括Town S RAV4 HEV CNR HEV 涨幅2%到4% GR Yaris涨6% 涨幅最大的是GR86 调涨11.2万元 幅度达7% 这也是核泰车疫情后第二度寒涨 才刚发表没多久86 居然一口气就涨得7% 这在以往来讲算蛮特别的 因为以往来讲不会说 上个月才发表 然后这个月就马上涨价 那表示他们对于成本的压力 真的是颇大的 现在是年事的交替 阿英班来讲 如果是新年事的车款 可能会调整售价 没错 但像这样子好几个车系 一起涨价 在以往比较少见到 不止台湾全球都抵挡不了涨价趋势 以日本来看 斯巴鲁 三菱 马自达 近期都宣布调涨行车售价 涨幅2%到3%不等 根据国外汽车数据机构分析 近7年来 美国汽油车售价增加超过15.6万元台币 欧洲增加27.2万 挪威增加83.6万 英国增加51.4万 今年其实到下半年 你就会看到各大主要的车商 他们并没有很乐观的 看待今年一整年的总销量 你看股市停滞甚至往下 然后通货膨胀 大家的钱变少 这些都是会影响车市成长的 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汽车算是耐久财 欧美都在扩大这个升息力道 那我预期大概就是说 在今年的第四季开始 我们就会看到这个 终端市场的一个需求开始减缓 因为它升息嘛 那升息的话 一般而言消费者 他这种去贷款 来消费的这种动机 就会下滑 专家分析 全球升息将缓解工需塞车问题 也预期明年第四季会恢复正常 然而调整后的售价 恐怕一去不回头 所有的产品 它有一个僵固性 那汽车也是一样 因为汽车不只是那些零件 它还有比如说像这个劳工的成本 地租等等 车价要回到这个疫情之前的一个水准 可能性不高 过去一年 晶片荒延烧到车用晶片 零组件卡在物流 供应链阻塞 这些问题等到强势美元格局确立 用物料价格走缓获得解决后 车市有望重回正常轨道 除了车价 涨新屋涨更多的是台南 台南最近房价飙涨 涨幅高达31% 再把时间交给允熙 不只是双北的居民 觉得房价太高买不起 目前台南也有类似的状况 台南的房价所得比 从7.04攀到9.2 涨幅是31% 是六都之冠了 房价所得比是什么呢 这个比值越大 就代表居民对住房支付的能力 是越低的 以开发国家为例 大概是1.8到5.5 开发中国家是3到6 台南市议员蔡旺权他就说了 台南市民现在要不吃不喝不花 9年多才能买得起房子 另外台南市民的房贷负担率 其实也从28%升到了36% 因此议员他就提出三件了 包括要加速设宅的推动跟新建 再来是要提升包租贷管 业务的媒合率 另外只是要加强执法 打击炒作房价 而台南市长黄伟哲他也认为说 确实应该要有更多的措施 来抑制房价 好 说到房子的问题 我们再来看全台的空屋 现在是有多少呢 根据内政部近期的统计 去年的下半年全台空屋数 大概是776452宅 空屋率来到了8.66% 但是创下新低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小家庭分户加速空屋的去化 还有就是因为疫情的影响 防疫隔离增加租屋的需求 而在六都当中 较去年同期下降最多的区域 是新北的淡水 空屋数大约是减少了3100多宅 而当地的房众就指出了 在重大建设 以及二字头相对亲民的 房价力多加持之下 在淡水这边就加速了空屋去化 走进淡海新市镇 这间50平房子 四房两天双位浴 含车位总价1000多万 就怕淡黄区住不起 吸引了不少友谊在大台北地区购物的民众 往外围移动 就是人一直搬进来 所以你会发现其实淡水的交通 是越来越不好 所以以食物上面来讲 淡水的各种坪数都有 两房到四房是市场上面的主軸 所以年轻人适合年轻人 也蛮适合长辈或三代同堂来居住 而且比较好入手 大家买得起 房仲说淡水去年房价成长快速 淡人能找到二字头相对亲民的房价 加上有重大建设 力多加持下使空屋量确化明显 第一个是淡江大桥 现在大概盖到34%左右 淡北平边道路的部分 要再做一个关渡新桥 来彻底解决淡水的对外交通 如果说这两个重大建设 都建设起来的部分 淡水的交通是彻底的被打开 接下来如果淡水交通问题得以舒缓 对在地房市又是意大利多 在淡海新政策这里 可以看到许多新建案广告 大楼更是一栋接着一栋盖 那过去淡水空屋位置双北之外 但根据内政部近期的调查显示 相较去年同期淡水的空屋已经明显的下降 虽然仍有1.6万宅 但已经比去年同期减少了3千多宅 是6度当中降幅最大的行政区 我们很多建案持续的进驻 那社区数从民国100年到现在 成长大概百分之九十几 现在目前的人口数大概2万3千多人 那这样一个很均衡的一个持续的发展 也吸引了很多我们的新住民 迁入淡海新市镇 位在淡海新市镇内的坎顶里 十年人口增5倍 从逐年攀升的人口数也可以看出 曾被戏称空城的淡水似乎正脱胎换骨 但观察6度的空屋状况 仍以新北市11.8万宅最多 高雄次之 第三名则是台中的8.2万宅 全台目前空屋约77万6千多宅 空屋率来到8.66%创下新低 专家点出空屋下降 与政府推动包租贷管的政策有关联 最近这一年来空屋率逐渐的下降 推估可能是因为政府积极推动 包租贷管的一个原因 因为政府给予了空屋蛮多的补助 希望这些空屋持有空屋的屋主 他把这些物件拿到市场上去乘租 空屋只要拿到市场上去乘租 他就不再闲置了 因此整个台湾的空屋率 就逐渐的在下降当中 而若以屋邻来看 五年以下的新房子反而容易空下来 空屋率占两成最多 另外屋邻50年以上的 则占比14.22% 尤其是新落成的房子 它的空屋率比较高 这部分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 刚落成的房子有可能是新建渔屋 这种新建渔屋 它还挂在建商的名下 建商是要拿来卖的 并不是要拿来租人的 第二个部分 部分民众是把 买新房子拿来当作投资的工具 并不是拿来当作居住的工具 也就导致了五年内的新房子 空屋率比较高的一个因素 全台空屋率逐年下降 甚至已经连续两年低于10% 近几年台湾人居住习惯改变 小家庭分户状况明显 也加速了空屋去化 TVBS新闻 小剑民留言宣新北采访报道 台湾今年失业率一直高于其他的年龄层 主要因为出入职场容易面临不适应 或者是转职的考量 当然离职率也相对比较高 不过在今年劳动部的最新统计 7月15到29岁的青年失业率 是8.59% 比去年同期减少了1.03个百分点 而8月青年失业率 15到19岁是8.9% 初次找工作的失业者增加了5000人 那么专家就分析了 青年失业率除了跟少子化有关系之外 也受到了疫情冲击缺工潮 也有可能相对的拉抬青年的就业机会 那未来有想要做哪一方面工作 只是询问咨询者个性兴趣 才能针对个案进行最有效分析 引导出职业发展的方向 尤其大学生准备要踏入职场前 陆续都有人来预约 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就是想要发掘那些 对未来还比较没什么想法的 但是他也没有任何行动的学生 我们现在比较想要发掘这一块 因此我们从今年开始 我们也慢慢的走入校园 去跟各个系组合作 很多人在出入职场的时候 会不知道自己的兴趣在哪里 而来透过这样子青年职业发展中心 来做咨询 因为通常青年的失业率 是比其他年龄层还要高 不过今年劳动部7月的最新统计显示 15到29岁的青少年 他们的失业率是8.59% 比去年同期减少了1.03个百分点 是近六年来的新低 而这也开始显示 青年的失业率慢慢下降了吗 依上半年来看 1到7月青年平均失业率为8.41% 也比去年同期8.82%减少0.41个百分点 说少此话影响外疫情冲击造成缺工的状况 也是提升青年就业率的主因之一 我觉得是真的好转 因为台湾最近在两三年来 缺工的问题是太严重的 能力短缺问题非常严重 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 各行各业都在找人 尤其是年轻人喜欢从事的这些所谓的服务业 大概从第二季 或第一就第二季来看的话 因为疫情趋缓 所以这种情况底下 这个内需服务业 这些所谓刚才讲的那些 受到过去受到疫情影响的内需服务业 就开始的大举在增彩 那这大举增彩的情况底下 就会让很多的年轻人 就会想要投入这些市场 全台各行各业都缺人 一到七月全国各公立就业服务机构 全时工作职缺数 就有56万8721人 而人力银行开缺数更是高达101万 另外在薪资上 主机处统计受理新登记 职缺薪资起薪平均2万9987元 只比去年同级成长4.2% 显然薪资成长幅度远远不够 尤其在15到19岁青年低薪 比例最高占比将近两成 政府调高基本工资 也会让整个薪资往上走的一个重要因素 所以确实是有在往上走 可是他还是有面临 大家还是觉得薪资还是太低 虽然他有在往上走 还是觉得太低 现在台湾的低薪问题确实存在 而且不只有台湾有 是各国都有 可是我们像看到一个 比较糟糕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或者比较难以解决的问题是 很多年轻人说他低薪 自己说他自己低薪 可是你问他为什么觉得低薪 我们的问卷调查显示的结果是 因为我所赚的钱不够我的生活开销 并不是因为我赚的钱 不够我的心情的付出 那这东西为什么觉得是一个 很糟糕的一个原因是说 因为雇主在付你钱的时候 不会因为你的生活开销多少 就给你多少钱 全台大缺工尤其在资讯软体半导体缺口最大 未来科技产业在人力招募配置上 渐渐往AI自动化解决为导向 专家建议要布局直爱发展 得要打破传统科系思维 扩大领域触角 公式工程师的职学和去年同期相比 就成长了25% 那企业在特别缺工的情况之下 要从哪里递补人才呢 那未来因为有更多的在职进修的管道 势必会有很多文组背景的求职者 会跨足科技业 那包含像是退役军人 还有运动员也是很好的战力 那在未来 如果你拥有像是AI EUV RTL 还有演算法等的专业技能的话 就会成为未来不可或缺的人才 近两年因为疫情缺工 反倒推高薪资 但仍旧反映出薪资跟不上通膨物价 未来除了减低失业率外 如何提高国内薪资水平 恐怕才是重中之重 TVB的新闻庄启元 刘一军台北采访报道 好 再来关注的是世代冲突的话题 大家常说家有一老 儒有一宝 但其实青壮年跟老年人的相处 也不见得是字面上的这么平顺可爱 跨世代的冲突 几乎每天都在社会各个地方上演 追究其中的根本原因 其实除了年龄的代沟 少了相互的理解沟通之外 青壮年族群在经济压力上面 也是其中的一环 你追我跑对战发射 刺激的电竞画面让人看了也好紧张 但拉出荧幕一看 一 坐在电脑前操作的竟然都是 赢罚长辈们 欢迎啊 欢迎啊 谁所打游戏是年轻人专利 手把手一步步传授 号召六十岁以上的神队友来战 从新手交道变选手 打破年龄限制 也同步建构者世代的桥梁 我们发现说 想要让年轻人跟长辈可以有共同的兴趣 也打破一些隔阂 那知道说电竞现在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 那在办这个活动的过程中 就会发现说 其实有非常多的长辈来报名 是因为他们很想知道说 自己家里的小孩 孙子 他们到底放假回家 一直玩电脑是在玩什么 所以他们就来报名也很想学习 也想证明是说 我们长辈也可以做到 年轻人想要学习的事情 面对孙子化级超高龄化的趋势 浪潮席卷 根据预测 不到三年后 全台六十五岁以上老年人口 是占比超过百分之二十 等于每五个人就有一位是长者 更显得改善不同年龄层代沟冲突 加强跨世代对话的重要性 不同的世代相处的如何 其实从好感度就能够略知一二 我们看到台湾大学研究所最新调查 比较亚洲五个地区 相对比较年轻的青壮年 对于老年人的好感度 台湾是排名在第三名 第一名是中国大陆 而新加坡居次 日本 韩国是在后面两名 其实他们有时候就会有提到 会有点害怕跟长辈相处 一个是其实没有共同的话题 所以会不知道跟长辈在一起 互动的时候要聊什么 要说什么 第二个是其实是在语言上 惯用语言上面 其实会有些差异的 所以可能在彼此可以共同沟通的语言上面 其实可能会有比较不熟悉 也会去影响到彼此的一个沟通跟互动 那第三种其实就是会有 对彼此的一些刻板的印象 进一步分析好感度光谱 相较于女性 男性对于老年人较有好感 而相对于未婚者 已婚者对老年人较没有好感 另外又以生活控制感较低 社会经济劣势的年轻人 对年长者更缺乏好感 追究世代冲突根本 除了基本的沟通理解 资源剥夺感也是关键之一 根据调查 在青壮年认为老年人 震惊资源使用过多的排名中 台湾是排名中的第一名 比周围的其他地区还要强烈 这一种所谓在工作权上面的 这一种价值差异 对这种生活的价值差异 我觉得是这个年 现在是双方最大的一个冲突在那里 它其实不是世代差异 我认为是一种生命历程 那它所造成的这一种 彼此之间在观念上面 做法上面有很多不同的意见 人都会老 你也曾经年轻过 在这个基础上面重新讨论 或者是建立一个很好的沟通基础 可是长远来看的话 我觉得在公共政策上面 还是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 或者是针对这一种 全世界第一次当 全世界第一次面对 这种老年人口越来越多 不管是在哪一个国家 老年人口越来越多 可是我们的公共政策 实际上是没有跟上去的 年轻人的态度观念上面 那是不是需要改变 重新做一个教育 那这也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课题 常说家有一老 如有一宝 不让年龄成对话歧视 降低世代冲突压力 以欣赏不同优势 但是搭起桥梁 在超高零化的大环境改变下 也是不可忽视的一环 新闻中的荣成文岳台北 采访报道